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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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说错吧 我估计在功德林那些领导眼里啊 你恐怕早就成了比黄为还有难改造的分子 人家黄为呢 主要是顽固 你康泽呢 那就是反动 你说什么 你说我反动 你是不是在背地里一直在整理我的黑材料啊 刘安国 你可真是太阴险了 刘安国 可见 你虽然当过几天共产党 但是 你根本不了解共产党 老坑啊 你还真别瞧不起人 在功德林里被关注的人里 我是最了解共产党的 我告诉你 王耀武 杜宇明他们那几个人 都是军人 身上没有多少政治符号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是党工人员 一身上下都是政治的颜色 一开始就被他们打入了令策 你没看所长和政委他们 对我是什么态度 我跟你说吧 像我这样的人 是没有希望的 我从来到功德林的那一天起 就已经做好了 私在这里的准备了 那我呢 你 你还不如我呢 在共产党眼里啊 你是叛徒家透 你别胡说啊 我不是 我只是军队的参谋人员 那是你自己说的 我告诉你 刘安国 共产党最痛恨的就是叛徒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叛徒 他们或许会饶恕我这样的人 但是 绝不会饶恕你这样的叛徒家透 我不是 什么不是啊 事实就是如此啊 你自己说不是 那没用啊 刘安国 你就安安分分 老老实实地 在功德林里边待着吧 共产党 留你一条小命 已经是格外的开恩了 等你七八十岁 或许有一天 共产党大发慈悲 大赦天下 或许会把你给放了 我已经看出来了 王耀武杜玉明他们那几个人 肯定能够出去 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们党工人员 还有你们特务人员 就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我们是不可能出去的 找你这么说 咱们个脸 真是难兄难弟啊 可我不是叛徒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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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response 行 韒 妇妇 而已 来 来 娱獨 你拆了 他还得ities 没写什么 你是不是也在写那种材料呢 写哪种材料 杜宇明 王耀武他们写的那种材料啊 毛主席不是还表扬了吗 老黄 你的文笔最好 你要是写出来 肯定会得到毛泽东的表扬 谁说我在写那种材料 行了 题目不都在这写着呢吗 装什么呀 你们这些特务 为什么总喜欢盯着别人 话不能这么说吧 你这是什么阶级态度啊 老黄 你这样说也太上感情了 没有我们 你能爬到兵团司令这个位置啊 没有我们提供的情报 他早就死在江西了 你们还好意思说呢 整个淮海战役期间 你们提供过一份有价值的情报吗 怎么没有提供过 当然提供过 甲王起义 你有情报吗 供碟都潜伏到我们国防部了 你们发现了吗 我 东北的贡军一夜入关 你们遇过过吗 华东华北的贡军 他们河流了 你们事先发现了吗 你们给我提供的情报 永远都是 共军伤亡惨重 共军溃不成军 共军狼狈逃窜 共军一蹶不振 说实在的 如果没有你们提供的情报 我今天恐怕还不会呆在这儿 你们打了败仗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黄司令对党国是忠心的 可是这怪谁呀 戴老板和军统局功高震主 那个时候你们这些大将军 有谁替我们说句话呀 现在知道情报重要了 别指望这些打了败仗 这些打了败仗的将军们了 他们个个儿都是落井下石之辈 黄司令 戴老板到底是怎么死的 你不会不知道吧 老黄 你是国防部的人 国防部的事情你最清楚 你说 戴老板是不是被国防部干掉的 你们给我滚 滚 滚 贼 赵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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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门 你那个材料我已经看过了啊 不知道会不会有点用 我只是随手写的 会不会都是废话 就材料本身来说呢 写得还不错 只不过呀 这时间有点晚了 目前朝鲜战场已经趋于稳定了 对面的敌人呢 我们志愿军已经非常了解 很熟悉了 不想刚到朝鲜的时候了 所以呢 你这个材料呢 拿回去吧 留个纪念 没用就算了 你没事也得积极点啊 加强点学习啊 你一瞅瞅你那字写得多好啊 多浪费啊 咱们那个学习专栏 从来没有你的东西 没事我就先回去了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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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吧 我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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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皇位在这儿干吗呢 刚才副所长不还召见她的吗 干吗呢 这是 肯定是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呗 行了 少说两句 小心让你做检查 我去看看 快点啊 什么 美军这儿写的材料 来 给我 王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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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找到你了 这不是北京公安部的小礼吗 我们见过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老朱 柳州市公安局的同志 你好 老朱 我是王英光 你好 我是朱芳华 王所长 你怎么一个人在山里走啊 挺危险的 就不怕遇到土匪啊 漏网的土匪还有不少 每天都抓到几个 要是碰上了呀 正好抓几个活的 贺政委也不派个人跟着你啊 我没告诉他 我跟他说我回北京了 难怪我们找了你两天都没有找到 开始听说你去了部队 我们去了好几个部队 都说你刚走 又说你去了医院 然后我们又去了好几家医院 又说你刚走 不好意思 我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路线 你们来找我 是不是有紧急的任务 是 对 杨局长昨天刚到柳州 交飞已经差不多了 部队也都在陆续地撤离 一些重要的俘虏要移交给我们 那我跟你们回柳州 来 上车吧 美陆军战术盖略 还真是邪美军哪 领导给退回来了 说明没看上 你看 那队特务干嘛呢 特务 就喜欢鬼鬼祟祟的 不用管他们 结了这么多 撕了怪可惜的 那就想办法给他拼起来呗 那谁来拼啊 交给我吧 当年在上海监控军阀头目的时候 每天他拼起来 他们扔的垃圾 我们都要捡回来 所有的碎纸都要拼起来 走 过去看看 好 行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这两号 干嘛呢 没干什么 有事吗 你 干嘛 你个特务 骂谁呢 你们如果不是特务 干嘛干这种事情 你才是特务呢 没事儿老盯着我们干什么 谁盯着你呢 你要是光明正大的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呛什么 我们是国民党特务 你们几个 是龚德林的特务 你说什么 都是这样 都是你们人 多欺负人是吧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你们之前干那些事儿 逼急了 我把你们之前那点事儿 全抖了出去 大家同归于尽 吃饱了呛呛 威胁我是吗 晚南事变 你率部追击新四军 没少杀共产党吧 听说还有几个重要杠 我没说错吧 副所长好 副所长 副所长 干什么呢 大家都在干活呢 你们去在这儿干吗 没什么 就是有点 有点观点上面的争论 来 争论什么 来 来 截着争论 争论给我听听 全体集合 集合去 是 动作快点 是 是 走 准晚后 走 你等一下 叶丽三 你看什么呢 赶紧集合去 来 兜里姑姑难忘了什么 没什么 掏出来 我捡的 掏出来 来来 给我吧 拿个刀 回去 什么玩意这是 不知道 拿回去查查 刚才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刚才啊 正让浩他们几个 提到晚南事变 吃饱了撑的 提什么晚南事变 晚南事变那会儿 我率部追杀过辛子军 凡是功德您的人 问问看 哪个没跟共产党打过仗 说得也是啊 我跟你讲 这些搞特务工作的人啊 嘴就是讨仙 好可恨 是吧 有机会我要问问他 关在重庆的那些共产党人 到底都是哪个啥的 可是晚南事变 还是有些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的 对吧 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政策是什么 好好改造 重新做人 别想太多 要相信政策 我相信 我相信 走 来 来 宁光 难得忙里偷钱 趁这个机会 你就在这里啊 好好地休息几天 局长 我不用休息了 我都休息了一个礼拜 也该回去了 不急不急 你身体不好 首长可是专门交代了 要求我部族落实 让你休息几天 吃点好东西 增加增加营养 首长还说了 实在不行 要考虑让你去苏联 看看 能不能手术 局长 我不用去苏联手术 不用因为我个人 让国家花这么多人力 这么多物力 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你让我去守三八线 我都没问题 提到三八线 我就想起了那些志愿军战士 抗明朝战争 我们打得不错 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真是太应用了 战争结束之后 国家会进入一个 全新的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 将会全面展开 现代化工业化进程 很快就会开始 你们龚德林这里啊 对于战犯改造工作的成功 也能直接体现我党 在新中国建设上的成就 局长 现在龚德林那边 很多学员进步是很大的 抗明援朝战争胜利 抗明援朝战争胜利 对于战犯改造工作 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 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机会 来帮助他们重新认识问题 但是要记住 不要强迫 要循序渐进 要让他们最终服从真理 明白 毕竟是攻心之战 嗯 我呢 会跟他们交心 会以礼服人 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 建立自信 我也感觉到 对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 生命之火 已经被重新点燃 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已经出现在 他们的眼睛里了 厨长 那我就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 我准备对他们的世界观 进入更深刻的改造 那时候 他们应该会非常痛苦 但是我相信 每一次脱胎换过 都会让他们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你这个想法很好 那就按照这个去执行吧 是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胡副所长 知道这是什么吗 一 二 三 四 画画看 一 二 三 四 不知道 这就是那天 从你豆腐里翻出来的 这是黄伟写的一份材料 怎么到你兜里了 我捡的 那你撕它干什么呀 你撕它干什么呀 我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你在哪儿捡的 你捡它干什么 也没什么 就是好奇 好奇 就是好奇 纯属好奇 胡副所长 在咱功德林里捡点东西 不犯规 也不犯法吧 你要没别的事 我回去学习啦 回去 你问黄伟没有 他们材料是不是他自己撕的 我问了 是他自己撕的 他为什么要撕啊 他说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 还留他干嘛 还挺有脾气 他这叫态度不断正 得批评教育 对了 副所长 刘安国想跟你聊一聊 他跟我聊什么 他说 关于他的历史问题 他想提出申诉 他想申诉 没把他当叛徒处理就不错了 你这样 你去跟他聊 简单一面 告诉他 安心改造 别老胡思乱想 是 是 喂 走吧 浇水去了 今天啊 轮到咱们小组 给菜地浇水去了 不去 怎么了 病了 没病 你没事吧 你们去吧 我有自己的事 你到底怎么了 我浇的水长不出好白菜 长不出好白菜 你老兄这话呀 太深刻 我听不明白 我浇的是坏水 杜云明 王妖武 陈瑞章 他们浇的是好水 他们浇的好水 能长出好白菜 我浇的坏水 长不出好白菜 这 electr场 你好 浇市 黄伟 你在这儿呢 好 皇位 你有什么事吗 把我丢掉的碎纸 上交给领导 是你们干的吧 这不是我们上交领导的 溃探于前 跟踪于后 主公一语何为呀 皇位同学 刚才周远昊同学已经说了 他不是故意上交的 那天我们就是一时好期 这不是好期 这是你们改不了特务的恶习 老黄 这个事吧 我们 我们确实有 有做得不懂啊 老黄 老黄 这 大家倒是同学 至于吗 那天你去检纸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小心些检查 在他们眼里 龚德林的同学 是分三六九等的 他们黄埔的 是最高级的 啊 当然你例外 你和我们一样 都是最下流的 他看不起我们 我们还看不起他呢 要不咱们开始 开始 开会啊 又到了 可以重新编班分组的时候了 大家看看 是 有什么想法 收一收 王副组长 收收 这还能有什么想法 按照老规矩从今分呗 这 这个老规矩是根据什么原则 一直以来呢 我们是一个思想上要求进步的 带上几个思想上落后的 带上几个思想上落后的 好的分到一个班 表现不好的 给他分到一个班 护副组长 我觉得这样 不大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你看这样分 对表现好的班级 是一种鼓励班 对表现差的 是一种鞭策啊 那你也要考虑到 学员的意见 他们如果有意见怎么办 他们哪有什么意见 他们敢有什么意见啊 所长 跟我商量过了啊 咱们龚德林的学员呢 这个 背景情况都不一样 正在分化 就比如说 那些有特务背景的学员 他们的表现呢 就非常的差啊 这些都是所长说的 当然了 而且我完全同意所长的意见 反正咱们分班编组 都是不定期进行的 咱们换一种方法 其实也行 有些人嘛 就得刺激他一下 重新编班分组之后呢 表现好的班级呢 按照原来的学习计划 向前发展 对表现不好的呢 让他们复习 原来的学习内容 这就相当于 读书的时候被留了集 理解得很对 保护所长 你觉得呢 保护所长 你现在是代所长 你决定 好 上去 李正 报告所长 学员队集合发病 请所长指示 是 归队 是 上去 今天 我要重点强调一下 纪律作风问题 最近这段时间 有个别人 既立作风涣散 这是功德领 坚决不宜许的 跟大家说一下啊 新的编班分组的名单 已经贴到公购栏上了 从下月一号开始 根据名单 大家自动转换宿舍 展开新的生活秩序 是 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这是明摆着 把我们这些人 都打入令策了 便在前面那几个小组的呢 都是些积极分子 便在后边这几个小组的呢 都是你们这些落后分子 学习我参加了 讨论我发言了 劳动我也出汗了 我怎么就落后了 又不是我说你落后 便在了这个小组 这还用我说呀 从前所长和政委 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们这组啊 大多数都是军统的特务 你说谁特务 你才特务呢 我官不大 也是个师长 特务这帽子 戴不到我头上 你也别想戴在我头上 帽子你还用戴吗 不一直在你头上吗 你戴上头 今天就废了你 想打架呀 来呀 干吗 来呀 想打架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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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你 人多是吧 想打架是吧 来呀 来呀 我不怕你 来呀 我们的工作虽然特殊 但它不是孤立的 国家的发展进步 包括了政治的进步 文化的进步 经济的增长 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等等 我们的工作既是政治 也是文明 也是社会主义建设 我都记住了 首长 要是没有什么指示 我明天就准备回去了 嗯 首长亲自交代 让你呀 好好休息几天 谢谢首长 我现在体力 精力 全都已经恢复了 家里呀还有一堆事 我在这儿也不放心 行吧 首长那儿我去解释 其实啊 我对龚德林那边 也有点不放心 先前我看到了每日一报 说最近 康泽黄维他们几个 好像有点情况 胡大叔认为 龚德林的学员按背景 正在发生分化 他说 从前属于特务系统背景的学员 表现最差 于是 胡大叔就采取了一种新的办法 来分翻编组 把表现好的分在了一组 把表现一般的 又分在了一组 说这样可以鼓励表现比较好的 刺激表现一般的 用心不错 方法欠夺 像是大叔的做事风格 首长 我回去以后啊 会跟大叔商量一下 具体的情况 我会及时向您报告 来 来 好嘞 放出锅的 你们俩怎么知道 我坐这班火车呀 我们能掐会算呗 是不是杨局长告诉你们的 是 给我打电话了 说呀 让我们俩接你 高平 我之前托你 香港那边的朋友 帮我找的人 找到了吗 找到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往台湾去了 消息确切吗 确切 他最近还跟香港的朋友通信了 是吗 那能不能 让你香港的这个朋友 帮我啊 传递一些 陈瑞璋的消息呢 行 我试试 我回去后 也问问陈瑞璋 看看他想说什么 好 你们俩怎么样 我们俩啊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如革命的烈火 石头正旺呢 讨厌 自我感觉还挺好 都讨厌了些话 看来你们俩发展得非常不错呀 为什么 为什么 这讨厌就是不错 这是什么道理啊 你俩要不是成天腻在一块 你要是对他没好感 你能说出来讨厌吗 你一天啊 就没有不明白的事 我谈恋爱的时候 你还玩泥巴呢 行行行 一天没个正经呢 你妹妹还在这儿呢 我跟你说啊 虽然说 你一天八面玲珑的 但是啊 人啊 总有遇见困难的时候 实在有那个 你处理不了的事儿 尽管来找兄弟我 我跟你办 刘高平 口气这么大 是不当官了 这你都听出来了 小花 你没听出来吗 没有啊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哪 你也太不敏感了 你们俩还成天在一块 如果有个人用这种口气跟你说话 还告诉你 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八成啊 当官了 哎 徐高平 你当什么官了 我啊 国内新闻部副主任 国内新闻部副主任 这什么官啊 比我哥官大吗 跟他差不多吧 你都当这么大的官了呀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花儿 这不刚通知下来吗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当什么官不也都是为人民服务吗 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这话说的 虚情假意 言不由衷啊 对 行行行 你这叫尖酸客不 行行行 别愣着 点菜 同志 那个点菜 点菜 好好好 小花儿 想吃什么点 请问你要吃什么 管你们这儿最贵的菜 给我上一份 打包一份 好嘞 您稍等啊 没问题 今儿我请客 花儿 喜欢吃什么 点 那我再不会客气呢